我们说要达到医疗 一定要怎么样 解除症状 那第一天在编音片已经有讲 症状之所以会产生 不外有两个层面 对不对 哪两个层面 组织器官运作层面的体相问题 一个是什么 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 也就是一个是组织器官假设是设备 那热能就是电力 你设备要运转 要不要靠电力 要 那同样电力它最主要 如果没有设备 它也没有什么用 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两者是互为应用 那走向医疗的 就是最强调的是怎么样 组织运作层面的体相的问题 那如果你有办法改变这个组织运作 不管是加强电力而影响它 或是直接就针对着组织器官运作 让它改变 那这样也可以达到怎么样 解除症状 只是你改善了体力 改善了体力也就是改善了热能 然后修护体相 那个我们称为怎么样 虫婴解症 那如果你只是影响组织运作层面的 这一方面 然后达到治病的目的 那我们叫做怎么样 虫婴解症 它不是真正改变你的体质 那虫婴解症问题就是 有时候会消耗热能的问题 它会因为都是含粮嘛 那这一部分后面我们会谈到 它比较就发展的也会不一样 如果不是从改善体质 它会想影响它着重在药的成分方面 所以你看我们后面就提到 真正能改变组织器官运作的 只有西药 原始点还有原始点的姜汤 或是各种温热中腰 也达不到立即能够影响组织运作 它只能改善热能 那电力够了 再来影响设备的运作 也就是间接的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 所以它是间接的 不能像西药进去之后 身体一吸收 直接就身体就产生一些改变 然后来达到从国解证 事实 Reign 我 再来达到 下 Türkiye J